华林县文化局玉璃协天宫后山宝藏牌匾 在去年的9月份拆下来修复之后 30号终于重新的挂上 而这块牌匾已经有150年的历史 连年旧情民族珍贵 也见证了协天宫历史悠久 渊远流长的历史 玉璃协天宫在112年9月16号 卸下后山宝藏匾额 因为常年悬挂庙内 由于香火鼎盛 使匾额表面有灰尘、脏污与烟熏覆盖 并且彩绘层与贴金层有出现裂痕 起甲以及缺损的情形 华林县文化局协助古物修复的工作 以其永续保存珍贵的文化资产 玉璃协天宫113年1月30号 星期二上午9点及时悬挂后山宝藏匾额活动 吸引了善性大德热情参与悬挂匾额的活动 这张玉璃协天宫站不站 后山宝藏站不站 花莲县的玉璃镇协天宫后山宝藏匾额 2022年经协天宫为请县政府鉴定真位 确定为真品 已经有大约150年的历史 恋恋旧情 弥祖珍贵 也见证了邪天宫的历史悠久 渊源流长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